哈喽大家好,我是周姨,欢迎你来到我难得有影片的YouTube频道 今天呢我要和你聊的是怎么样来设定目标还有规划你的人生 那我今天呢请来一个很特别的来宾就是Yal,欢迎你哈喽 哈喽大家好,我是Yal Yal可不可以请你和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呢 我现在呢正在经营着一个美股投资跟个人成长的YouTube和IG频道 那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在YouTube上面搜寻Yal Chan 然后在IG上面的是App的Yal Chan这样子 好,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下方会有连结 不过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Yal 那今天呢很特别的是我跟Yal一起玩了一个合作的游戏 所以呢我们的整个计划目标的这个主题啊分了两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呢会在Yal的频道上面 那现在呢我们就要聊下半步 现在我想要问Yal一个问题就是 你觉得什么样的情况叫做瞎忙呢 瞎忙对我来说就是你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 就是像蔡康永之前有上个节目 他就说有些公司一直要你加班 但是你不知道你在加什么班 就像这样子的 就是你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整天都在电脑前面然后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 但是你不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东西 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子 例如说就是有些人就是 Oh my god我好忙我好忙我好忙 但你在忙什么 忙什么你要知道你在忙什么 那才是说真正的忙 比如说有些人说我好忙 就是去吃鱼层市买个买个牙膏 有说好忙 有吗 谁啊 就是会把你人生中的很多琐事 就是会把它当做你的计划里面 但是不是计划 那是琐事 那对我来说啦 嗯我懂你意思 就是说买菜啊什么的 洗衣服 对对 虽然那是日常生活中要做的事 但我觉得它确实不叫做瞎忙 因为它不应该算是在你的可能事业上的一个部分 就是你试着要把你的工作跟你的你的私生活切开嘛 然后私生活你在瞎忙的话 你自己也应该要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就是真的衣服很久没洗 还是这样 但我认为有几个情况 尤其如果说你又是远距工作者 或者你在家工作 或未来想要在家工作 你会发现 如果说你开始做很多事 但是你完成的事情很少 我觉得那就是瞎忙 因为我觉得我们会开始做很多事 就哎我做这个 那我又做这个 然后我又开始 就是你想到什么你就会去做 对 所以你发现完成的很少 所以你要定 所以这就是定目标的重要性嘛 如果你没有目标你就会瞎忙 所以一定要 就是不管你每天还是每个月 每个礼拜 每一年都至少要定一下目标 这样你就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 嗯 因为就是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而忙嘛 有很多人他会就是花好多好多时间 但他最终就像你说的 他不知道他是为了什么事在这么忙 嗯对啊 但假如说现在是一个团队的leader好了 或者说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或是我们用很简单 大家能够比较容易relate的一个例子 如果你是爸爸妈妈要带小孩的 就是总是把时间都花在别人身上 那自己没有时间 那应该怎么做 嗯 这个你会想要怎么做呢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自私一点了 嗯 我们现在先不谈团队的leader 或是说你是老板好了 因为真的没有办法自私嘛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们先谈你是爸爸妈妈 还是你是要照顾其他人 你是长辈 然后也要照顾其他经济能力没有这么好 或是没有办法自私自主的人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自私一点了 因为如果你连自己都没有做好的话 我是觉得说你们在一艘正在下沉的船 对 所以当你把自己救好 当你把自己照顾好 那就代表说你现在正在把这艘船上面的洞 先补好 然后它就不会再往下沉了 嗯 嗯 我懂你 如果呢你都 对 如果你都没有再去做这些事情 你一直在照顾其他人 然后就是把新的人加到你的船上 然后呢 然后呢 喂他们吃越来越胖啊 什么样子 然后这个船下沉的速度就越快 嗯哼 这是一个蛮好的比喻 我也觉得 如果你 你是妈妈的话 你应该听过 有些人他会说 me time 就是 你要设定一个you time 就是那个时间就是你的 你的事情我觉得应该要是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 嗯 应该要先做 我所谓的先做是 你最好早一点起床 然后花一点时间 就算只能15分钟20分钟也好 那个时间是属于你的 然后我也建议就是睡前的最后一段时间 也最好是给自己 就我觉得这个 就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 我自己的一个测试是 它是一个比较好的的循环吗 就是what you start what you end 然后你就是跟自己好好的对话一下 看看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然后 有没有办法就是在六日的时候 设定一点时间给自己 就是可能跟你的伴侣沟通一下 这个时间段可不可以是由你顾小孩 因为我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想要做 我觉得一定都还是可以找到时间的 对如果你想做你就一定找得到方法 如果你一直觉得说你没有时间没有办法 但是有可能你在你不想做那件事 不是说你没有时间 你不想做就会找借口 你想做就会找办法 那我知道有一些听众现在心里面可能就会想说 呃我的工作的环境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就是那种无法拒绝 然后老板会一直烦你 然后甚至要摆脱不了加班的命运 你会觉得针对这样的情况 要怎么样处理比较好 嗯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 我觉得在一开始你就要谈好 就因为有些工作 你一进去的时候 你就要先谈好你的工作时数是几点到几点 因为你不可能把一生都卖命给一家公司 就像我之前在那家公司里面有一个同事啊 他在加入那个公司之前就先跟老板讲好 他下班不接电话 有可能老板没有办法接受 那就算了不做啊 做别的工作嘛 嗯 或是说如果你现在已经在一家公司里面很久了 我觉得你还是可以跟你老板谈一谈 嗯 我觉得大家都是还蛮容易讲话的 只是你不敢去讲而已 嗯 对 没有人会莫名其妙子在刁难你 一直刁难你啊 除非他讨厌你了 那就有可能嘛 我在这一点非常认同药的说法 因为我觉得你现在唯一要做 而且也是最有效可以根治的方法 就是你跟你的老板或者是你的上司谈谈看 讨论一下嘛 那你可能会觉得说 啊我不行啦 就是我老板听不懂人话啊 我那个主管都就是 我都已经跟他反应过了 然后每次都打哈哈 很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嘛 我觉得那你就要思考一个问题了 那就是那你要继续接受这样的情况嘛 对 因为好啊你不讲 可是你就是要继续加班耶 很多人可能都会 我觉得很好笑 就是有一些人啊 他会有那个男女朋友的问题 然后女生可能会抱怨男生 然后来说 我很想要跟这个男朋友分手 然后因为他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你可能就会说 那你就分手啊 然后你可能又会说 哦不行啦 因为他现在就是有负担我的经济啊 然后我不能 我不能跟他分开啊 这样子我自己会没有办法生活 可是就会回到一个很好笑的问题 那所以 譬如说他殴打你是可以的咯 那他一直劈腿是可以的吗 你不觉得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回去思考一下 也许你会觉得说 啊不行啦 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我一定要缴那个房贷 怎样怎样的 那你可以思考一下 那这个情况是有期限的吗 就是是我们再熬个半年一年就可以了吗 还是说你可以继续忍受 你没有自己生活的日子呢 嗯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你被人家欺负跟压榨 是因为你允许他们这样子做 嗯 不是说 其实我也蛮认同的 对啊 不是说你现在 当然有些人比较生活比较可怜 他们出生在那个环境里面 但是有些人呢 他们是 你无意识地把你掌控 自己人生的力量的那个power 给别人 就比如说像是你刚刚举的例子 他被 他就被老公毆打嘛 那如果你不给他毆打 他有办法 没有办法 对不对 所以就是你就把那个power已经早早就无意识下放弃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你的掌握权拿回来 你就要跟自己说 我已经受够了 他就说 我没有办法加班 对不对 我没有办法加班 因为我们平时就这样子工作 我们明天再工作 或者说呢 你可以想一下 自己怎么做 可以让你赶快把这些工作做完 就像是我刚刚有提到蔡康永的那个节目 我觉得讲得很对 如果一家公司每天都要加班的话 那这家公司有问题 需要每天都要加班吗 不需要啊 对啊 像我们现在自己出来做 我们每天都要加班 没有啊 对啊 如果你有把事情安排好 就是不需要加班 的确是这样 我还蛮认同你刚刚说 蛮多事情都是在你的允许下发生的这件事情 因为我知道你之后有想要问这个问题 可是其实我本人私底下也接过很多人会问我说 诶 我的老板在不是上班时间会打给我 就像你之前的那个同事一样 然后会夺命连环扣哦 很可怕 不接他还会生气 那该怎么办呢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在你允许之下的嘛 因为现在可能有几种情况 就是你跟他反应 那你跟他反应 第一个 他可能会觉得说 他可能发现 啊 我好像真的太超过了 不应该这样去打扰员工的私生活 他可能会收手 或者呢 他会不接受 他就会觉得说 啊你本来就是在这间公司工作的啊 啊现在就是有突发状况 那不然怎么样 你知道吗 就你可能就会觉得说 那那我就是可能可以离职 如果如果说我没有其他选择的话 我就是离职嘛 虽然你可能会觉得 啊那这样子我不是失去了一个工作吗 可是你也不会再有一个 会一直夺命连环扣你的老板啊 嗯 就再找下一份工作就好了 没有那么难的 嗯 真的是这样 嗯 会难吗 我不知道 其实我的工作的部分 其实真的不会很难找 就看你愿不愿意做 因为我有的时候也会在想 就当我刚开始来做这个 这个 podcast的时候 我也会想说 在场会惨到什么样 我可能就在美国洗碗吧 洗碗总可以吧 怎么可能找不到洗碗的工作呢 只是就是很多时候 你可能不会想要去做 就这样 所以你才会一直在某一个水平 然后去看说 我都找不到工作 我都找不到工作 有时候也许你也可以回头来看一下说 那会不会是 呃 现在的技能 或能力就 真的还没有到那个阶段呢 就是我是否要退一步呢 对啊 我的观众呢 也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现在 他们有一份正职 然后下班呢 又要去兼职嘛 那这样他们有什么时间 可以学习 或者创业呢 你觉得 我觉得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先创造环境耶 因为你可能会觉得说 我都没有时间 但是时间它是一种管道嘛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时间 你就可以去 你就会有所成长 但是另外一个管道 其实就是环境 那如果说你有把自己 浸泡在某个环境里面 你会发现 你会耳濡目染 那你就不必花 那么那么多的时间 去做额外的学习 因为当你在那个环境之中 你就是不断的接触 那你就一直被刺激 一直被刺激的话 你就是有在成长 所以我觉得 那怎么样子可以 把自己带到那个环境里面 我觉得你要先思考一下 你的资讯是从哪里来 就是你 你是怎么样看到新闻的 那今天有什么 什么国际大事 你从哪边接收到 这样的新闻消息 以前可能是那种 大型的新闻媒体嘛 那现在可能直接在脸书 就看得到了 那你要做的呢 就是把你所有追踪 无聊的阿猫阿狗都删掉 然后呢 改成那些对你有帮助的 不管是人事物啊 或者是什么 某一个可能entrepreneur好了 你就是要追踪他 那你最好呢 也把它设定成墙先看 就是你要确保 你打开手机 然后开始无意识滑东滑西的时候呢 你接收到都是你需要的内容 因为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就不必再多花额外的时间 去找这样的内容 然后把它设定成墙先看的话 其实你会知道 你大概划个 你划五下 你划十下 你应该就很累了 所以你一定要确定 这些东西是你先看到的东西 因为你不会想要继续的划 才会找到这些重要的东西 对 然后就是如果你发现 你很在浪费自己的时间 在划手机的话 就是这个方法也是很好的方式 就是你可以把 你觉得你都把时间浪费 在哪一些东西 哪一些频道 哪一些新闻 哪一些媒体 你就把它全部删除掉 你不一定要追踪他们了 没有人比你追踪啊 然后你硬要追踪 他就不要挂挂架了 真的 就是我觉得很多人 就是把一些日常所事 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当做理所当然 就比如说像是追踪这些无谓的新闻 无谓的媒体 就是感觉说是 那不然呢 我就接受不到外在的讯息 没有啊 你还是有方法接受外在讯息啊 你不一定要追踪这些东西嘛 这些东西一直在给你洗脑 一直在让你越来越难 然后我最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些贴文 或是新闻就是自己的不足 然后去怪别人的 就怪有钱人 怪社会 怪经济 我最没有办法接受这种新闻了 但这可能很多啊 但是我也觉得 其实我有一阵子 大概几年前 我有发现 我自己都在追踪一些猫猫狗狗 可爱动物 加上无聊搞笑 搞笑影片 然后有一天我就觉得说 我的脸书怎么变成这样 然后我就很惊讶 然后我大概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 把所有不想追的粉丝专业都删掉 然后我觉得有效 有用啊 有帮助的 可能就是有顶强先看 然后我觉得自从那个动作之后 它真的让我的人生轻便很多 你知道吗 我之前也有一段时间 就把脸书删除掉 然后我现在脸书是没有通知的 因为太多通知了 嗯 真的是这样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就差不多到这边 如果说呢 你对上班不感兴趣的话 记得点击下方的连结到 要的频道 去看我们的另外一半 讨论怎么定目标 好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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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